2018年12月5日,有法国媒体方面报道,欧洲在下一代战斗机研制上,开始出现了选边战队的情况。 西班牙曾经正式发表参加法德NGF六代机战斗机项目之后,意大利和荷兰发表参加英国狂风六代机项目, 这就给将来欧洲协力研制第六代战役机带来新的机型,将来大约上会分为英国人一派,法德为另一派系。 相比欧洲国度当前连四代机都没有搞出来,美国规范就一同喊着要搞六代机,自身欧洲战役机制作业便是存于萎缩的形态之中, 中国声援巴基斯坦的骁龙组装线,欧洲几国当前的阵风台风战役机出产量总和远远不迭中国成非一家,阵风一年也就出产个24架台风战斗机根本没有订单, 如今仅仅维持出产线,日息要封闭,反观咱们成非一年制作出了48架肩负10BC战役机,24架肩负20战役机,另有36架骁龙战役机的出产零件等, 一年百架的出产量比整个欧洲都要雄壮,德军的台风战役机,现在欧洲依然有三条总装线担任三种作战飞机的出产, 划分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结合制作的台风战役机,英国为整体总装,其他按比利分派, 法国达索公司研制和出产的阵风战役机,而后瑞兵英式战役机独树一致,历来和睦任何国度参合, 此中法国的阵风和欧洲台风战役机能够会在2020、2025年中的出产, 至少对欧洲台风战役机是如许的,现在欧洲另有大量的战役机期待近期, 而且也没有更多资金去收购,也没有那么大的防务需要, 阵风战役机将来就心愿靠着出口来红利了,英国将来心愿的组合, 现在而言,欧洲方面很难决议另有哪种机型能够后撤交换掉欧洲仅存三种战役机, 而且是投入量产方面,首要题目是欧洲呈现了断带的状况, 独特是次代机的出产题目,英国、法国间断并弃次代机的研发, 而且一些欧洲国度,或许说大局部欧洲国度所有跑去购置、投资, 进入F35战役机,好比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等都城曾经最先配备了F35战役机, 德国、波兰收回异项订单,独特是德国空军还在游移能否购置F35战役机, 这件事折腾快三至四年了,至今没有定下来能否购置F35战役机, 英国狂风六代机,英国是F35战斗机最大介入国, 承担了成个项目8%的资金,超越了20多亿美元, 然而欧洲第一条F35总装线倒是在意大利完成的, 原本欧洲航空产业根底在那边摆着, 大家心意起搞出来四代机应该不是问题, 那就难在国家太多,谁都想当主导位置, 都想着发扬欧洲国度仅存的国度实力和野心, 连年来跟着天下六代机热, 欧洲国度想过成这个有潜力的倒退项目, 为将来战役机研发电机根底, 然而现在还没有获得胜利, 独特是这回分红了两个派别, 一个支撑法德,一个支撑英国, 一个没有影的项目就又透彻分居了, 欧洲航空将来远景不是很现实, 本人内部都不答应去合作, 而且外部也不答应和如中国如许的航空大国互动, 终极的效果只能是让美国战机占有了市场, 据媒体消息,我国与俄罗斯在2015年签署了24架苏富35战机的采购协议, 在今年年底将会完成最后10架的交付工作, 苏富35是苏霍伊在苏富27的基础上研制的单座双发, 超机动多用途重型战斗机, 属于四代半战机, 最近媒体曝光了苏富35在我国南方某基地训练情况, 飞行员在接收采访时称苏富35的机动性能很好, 设备也很先进, 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优秀战机, 对于苏富35战机, 其实外界的评价也很不错, 有人称一架苏35等于一架歼11比一架歼16, 要知道这两款战机都属于我国现在的主力战机, 苏富35到底好在哪里, 值得这么高的评价。 第一,高机动性能, 它采用三翼面设计带来了绝佳的气动力性能, 俄罗斯军方称它在近距离空战中几乎处于无敌状态, 另外推力使用加上高精度的导航, 雷达和光电系统, 使得它拥有超远距离的视野, 能同时攻击多个目标, 飞机上有12个挂点, 可以挂载各种不同的武器, 凭借其高机动性能, 对敌方进行有效打击。 第二,航电设备, 这也是它最大的亮点, 苏富35航电系统的核心是全新的雪豹负一向控阵雷达, 它的电子扫描可同时跟踪多达30个并同时对8个空中目标射击, 同时保持空域扫描, 只要进入它的监测范围内, 基本上无处顿身, 另外还有一些驾驶舱的改进, 飞机寿命的延长等方面, 总体来说这的确是一款优秀战机, 据说我国后续可能还会继续追加苏富35的订单, 有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我们已经有了肩负20, 为何还要花这么多钱进口苏富35? 其实这解释起来也很简单, 首先我国的肩负20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官方消息称它已经开始量产了, 肩负20数量不足这是我国空军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虽然未来肩负20必然会成为我国空军的主要作战力量, 但是现在这股力量尚未成形, 而苏富35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段时期, 另外,苏富35的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特别是在航电系统以及推力矢量方面, 运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 这对我国战机的后续发展有很大注意, 总之目前我国还未与俄罗斯达成下一批苏富35的采购协议, 这还得根据之后的发展形式来决定, 中国最强的单发战斗机殲-10C, 殲-10C和殲-16, 殲-20是我国空军目前装备的最先进的战斗机, 殲-10C也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单发战斗机, 战斗力已经达到了准五代的水平, 那么殲-10C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呢? 在前不久巨星的珠海航展上, 殲-10C的展板还是透露出了一些殲-10C的飞行性能, 其中最大飞行速度引起了网络上很热烈的议论, 殲-10C的最高速度为1,8马赫, 殲-10C的最快速度仅有1,8马赫, 令很多军迷一时间接受不了, 当初,殲-10刚问世的时候, 最火的话题就是殲-10和F-16谁最强, 当初支持殲-10能够战胜F-16的重要依旧之一就是殲-10飞得更快, 殲-10的最快速度达到了2,2马赫, 而美国的F-16战斗机仅有2,0马赫, 因此在各种争辩中, 只要一说速度快, 支持F-16战斗机的净力及哑口无言了, 然而现在殲-10C最高速度却只有1,8马赫, 低于了F-16的2,0马赫, 这可如何是好? 难道殲-10C越发展战斗力越差? F-16战斗机都比殲-10C飞得快, 其实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因为速度快慢对战斗力的影响几乎等于0, 殲-10A的速度设计更快是因为殲-10A有截击任务, 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去完成对来袭敌机的拦截, 因此有截击任务的战斗机的急速参数值都很高, 比如米格25, 但是速度快的飞机都有一个必定, 在加速过程和高速飞行过程中油料消耗十分的快, 预留的空战时间很短, 而有专家认为, 殲-10C战斗机突出的是多用途性能, 突出的是致空作战和对面攻击能力, 1,8马赫的速度足够用了, 在实际的空战中, 战斗机所需要的速度并不快, 速度快转弯半径小, 更容易被击落, 基本上空战速度不会超过1, 5马赫, 0,8-1, 2马赫是常用的空战速度区间, 因为高速度是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加速, 这个时间不如用于机动站位, 而且长时间加速过程还是那么容易成为靶子, 空战中1, 8马赫足够了, 歼10C的最高速度为什么设定为1, 8马赫 除了1, 8马赫完全满足使用要求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歼10C采用了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DSI棒式进气道, 该进气道的隐身性很强, 而且结构简单减重效果良好, 低速时发动机工作效率高, 战斗机可以获得更好的飞行性能, 缺点就是在速度超过1, 8马赫时, 进气效率降低, 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大幅度减弱, 导致发动机工作效率不足, 战斗机飞行性能恶化, 中国的歼10C, 骁龙, 美国的F-35等使用DSI进气道的战斗机的最高速度设定都在1, 8马赫, 再重复一遍, 1, 8马赫对于空战足够用了DSI进气道的使用, 让美国飞飞的F-35战斗机都获得了相当出色的机动能力, 更何况是身材匀称停停欲力的歼10C战斗机呢? 因此在空战中, 歼10C的飞行能力更出色, 歼10C的DSI进气道, 歼10C战斗机的战斗力远超F-16和歼10A, 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航电系统更先进, 歼10C战斗机采用了5代机的航电架构, 在通讯能力、数据链能力和探测感知能力, 以及电子对抗能力上都远超F-16战斗机, 先进的有源向控阵雷达的使用, 面对F-16战斗机时完全具备了先敌的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击落的优势, 而数据链的优势可以让歼10C能够将信息